画面中正在练习艺术体操的 是清华大学艺术体操队的队员们 他们身姿轻盈 自信大方 手中的器械也好像与他们融为一体 展示出艺术体操多种多样的技巧变化 看着眼前跃动的身影 很难想象他们其实是清华大学各个院系的学生 而且多数来自理工类科目 4月26日 中心设计者来到清华大学 走进这支由普通学生组成的艺术体操队伍 清华大学拥有良好的体育传统 走在校园里随处可以感受到体育的氛围 对此艺术体操队队长陈思维深有感触 刚来到学校时 这名土木工程系的学生 就惊叹于清华大学丰富的体育活动 而这其中 他更欣喜地发现了 自己在小学期间曾经练习过的艺术体操项目 在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就接触了 对然后小学六年 其实都在小学艺术体操队里面 然后来到大学 就整个中学都没什么接触 但是来到大学发现有艺术体操协会 有艺术体操队 就觉得挺好的 就回来重新开始练艺术体操 艺术体操对于身体的柔韧性有很高的要求 还需要运动员配合使用不同的器械 和其他队员一样 陈思维平时要一边面对课业的压力 一边努力进行训练 以达到比赛的要求 陈思维坦言 有的技术动作对于他们而言难度很高 因此队员们之间的相互鼓励 会显得尤为重要 还是会很需要 就是大家的队友之间的鼓励 信任 然后相信坚信 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做到 然后就是很愿意去花时间 去做一个事情 就才能够真的把它做好 作为清华大学艺术体操队的一员 电子工程系博士生汤浩月 同样认同团队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 在练习艺术体操的道路上 大家的相互扶持 为彼此提供了前进的动力 最重要的应该是 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很好 很亲切 大家都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 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非常的享受 结束了一天的学习和科研 艺术体操队的队员们又聚到一起 开始了他们的日常训练 虽然窗外已经入夜 队伍中的每一个人依旧全情投入 共同践行着心中对艺术体操的追求 会儿优优独播剧场 并非典